午夜一点半,作为打工人的张行,确实才走出办公室,浑身的疲惫,收到冷风一吹,仿佛也是缓解了一些,提起一点精神,张行往回家的方向走去,张行住的公寓离公司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在寸土寸金的都市里,张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再从银行借了五十万,好不容易才买了下来。 只为了以后和女朋友朱妍结婚后能有个自己的小窝,想到了女友,张行不禁微微一笑,朱妍长得并不是很漂亮,但小巧的鹅蛋脸上有一对漂亮的眼睛,挺翘的穷鼻下,有一张一喜一甜的菱角小嘴。 很是耐看,加上高挑曲线完美的身材,不得不承认真的是男人眼中的游物,张行和朱妍原本是高中同学,后来毕业后两人就没再联络过,然后张行就去当兵了,后来在庆祝退伍的聚会上遇到朱妍。 原来朱妍的姐夫居然是和自己同一天退伍,庆祝会上的另一位主角,张行的副连长陈建达。 之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系,直到张行到外地工作,再次地和朱妍失去联系,不过命运还真是奇妙。 三年前,因为父亲的过世,身为家中独子的张行,不得不辞去工作。 回到家乡,在应征无数个工作碰壁后,好不容易在一家刚成立的公司找到了个企划工作,却不想再次遇到刚辞去建筑数所工作,自己出来独立接案的朱妍。 结果就这样,两人慢慢地发展出感情,走到了一起,回到家里,张行看着朱妍脸上柔美的线条,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个好梦。 小巧的玲角嘴边挂着一丝微笑,张行不由地感到幸福,轻轻地帮朱妍拉上棉被,张行拿了件换洗衣物,进浴室洗澡。 周朱妍,张行一大早从客厅的沙发上醒来,这是张行的一个习惯。 每当隔天一早有重要的事情时,他都会睡在沙发上,怕自己会因为留恋温暖的被窝而赖床迟到。 今天开始的连续九天电脑展,是张行第一次负责为客户做的企划案,连续几天的加班。 成败就看这几天了,张行在沉睡的钟朱妍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拿上外套和公文包,就匆匆地出门,偌大的世贸广场。 被一个个的摊位占满,只留下几条紧三人比肩宽地走到工人行走。 张行客户的位置不错,在入口处的第三个摊位,刚完成布置没多久,张行还没缓过一口气来。 入口处已经出现了第一波的人潮,张行不得不打起精神,再次投入工作中,下午三点多,张行的老板王叔和朱妍一起来探班。 张行将摊位的布置和概念向王叔和朱妍介绍了一下,就将工作交给另一位负责的同事,陪王叔和朱妍四处逛了一下。 张行发现朱妍的身体总是微微地颤抖,脸色潮红地紧咬着下唇,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不由关心地问道, 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医生? 朱妍摇摇头,轻声地回道,不用了,只是觉得有些头晕。 等一下我自己去看医生就好了,你这里还在忙着呢? 一旁的王叔说道,反正我也没什么事,不如我带朱妍去看医生吧。 而且,会场这里也离不开你。 张行想一想,便点头,那就麻烦王叔了。 穆宋两人离开出口后,繁多的工作让张行马上将这件事抛到脑后,晚上七点多,会场里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的事情就交给客户了。 基本上,张行只要确认电脑展期间,按照原先做好的企划不出错就行了。 之前打朱妍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张行放心不下,便和客户打了声招呼,说家里有事,先离开会场。 回到家里,发现家里没人,拨了王叔和朱妍的姐姐朱灵的电话,同样没有人接听。 张行不由感到更加的担心,坐在沙发上等了一会儿,也不见人回电。 张行想了一下,决定去朱灵家看看,或许会知道他们去哪儿,心急火燎的到了朱灵家,见屋内灯火通明。 但是按门铃,却都没人回应,让张行觉得奇怪。 于是走到沿着花园,走到客厅的玻璃,前往里面看去,客厅里没有人。 不过张行注意到沙发上,朱妍的包包被随意地丢在那上面,张行稍微地放心了一点,朱妍果然在朱灵家。 不过张行随即感到奇怪,为什么打了几人的电话都没人接,就在张行感到纳闷的时候,从楼梯走下来一个人影。 张行刚想敲击窗户,让屋内的人帮自己开门,但随即张行就赶忙地蹲下身子,害怕让屋内的人发觉。 只见身上仅穿着一件衣服的王叔从楼梯上下来,在冰箱里拿了几罐啤酒后,又走上楼去。 等到王叔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口,张行才小心地站起身,心里突然感到忐忑,虽然没有看过,但是在办公室时,时常听闻男同事之间私下相互讨论,在网路上经常看到一些文章里。 女朋友背着男朋友和别人乱来,张行对此一向不置可否,只是线下的情形,却让张行心里感到有些紧张和害怕,下午朱颜不自然的表现,和身体不适的借口。 电话没人接听,客厅的沙发上丢着女友朱颜的包包,老板王叔在屋内走动,这一切都符合了同事们口中文章的描述。 那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张行不敢再想下去,只是有一些害怕,一点冲动,一丝愤怒,以及一部分的好奇和期待,从未有过的经历驱使着张行想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打定主意。 张行终于在厕所找到了一扇没上锁的窗户,只是相对于张行的体格,想从这里爬进去,有些勉强,没办法了,张行只能将窗户拆下,好不容易爬进屋内,小心地将拆下的窗户装了回去,张行鬼鬼祟祟地往楼上走去,爬上二楼的楼梯口,就听见王叔的调笑。 几个女人不一的撒娇,还有副连长阿达的说话声,让张行感到心跳加速,紧握的手心里流满汗字,深吸了一口气,张行躲躲闪闪闪地走进隔壁的房间,如果张行没记错,这里有一个和隔壁相通的大阳台。 偷偷摸摸摸地靠近落地窗边,张行趴在地上,往房间里看去,王叔侧坐在床边,床上的女子正是朱岭。 而且,他还趴在王叔的背上,朝着床下拿着相机的陈建达,腼腆地笑着,因为角度的关系,张行看不清王叔怀中女子的脸。 虽然那女子的背影身材看起来很熟悉,但是却不像朱岩,朱岩的身材没这么风雨。 接着王叔和陈傅几人相互地替换,拍了几张相片后,张行证实了另外那女子不是朱岩,而是公司的柜台总机资饮,眼看房内的样子,对这方面八卦没什么兴趣的张行。 心想,还好不是朱岩,放下提着的心,张行悄悄地顺着原路爬了回去,忘记了最初来这里的目的。 当晚上十一点多,朱岩神情憔悴地回到家里,知道张行有去过朱灵家找他时,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表情。 当张行说在朱灵家等了一会儿,没人应门就离开后,微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告诉张行。 下午离开会场后,王叔直接载他到医院,他在打点滴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没听到手机的声音,直到不久前才从医院回来。 然后对张行说了声,我累了,便提着包包进房去了。 留下一缕沐浴后的香气慢慢地在客厅里飘散,一连九天的资讯展终于结束。 因为这次的资讯展的企划有不错的成绩,张行被王叔提升到副主任的位置,让张行高兴了一阵子。 虽然那天在朱灵家,不小心看到资吟和王叔他们的情况,但是张行心里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外人不好去干涉。 而且他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何况王叔的妻子过世那么久了。 除却年纪,王叔长得也还算不错,又有钱,找个年轻貌美的伴也没什么。 除了对那有点交换夫妻性质的行为感到有点不屑外。 张行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反感,不知不觉到了一年就要过去了。 这段时间里,张行完成了几件不大不小的案子,虽然职位没有提升,但是丰厚的奖金让张行的荷包涨大了不少。 趁着今年圣诞节公司难得没有工作,张行决定请几天假,带着朱妍出国去玩。 当张行将他的计划告诉朱妍时,朱妍很是高兴了一阵子,接连推掉了几件案子后,在出发的前几天告诉张行, 因为姐夫剑达到国外出差,朱妍怕姐姐一个人在家无聊,想带着姐姐一起,张行心里虽然不愿带着一个电灯泡。 但是受不了朱妍的撒娇,最后还是同意了。 只是当张行好不容易帮朱妍订到机票后,却发现原先预定的旅馆已经没有房间了。 将这情形告知朱妍后,朱妍无所谓的说那就三人睡一间就好了。 原本仅有的两人独处时间也没有了,让张行小小的郁闷了一阵子到了悉尼。 这几天,张行除了和朱妍姐妹俩到这名的悉尼歌剧院和一些这名景点玩了一阵子外, 就是被拖着在各大百货广场逛街。 回到旅馆后,张行为了摊在沙发上动也不想动,朱妍姐妹俩则坐在床上。 分享这几天的收获,不停地变换着今天刚买的衣服, 让张行品品好不好看,过了一阵子,张行感到一阵热血上涌。 要不是一旁有朱妍在场,恐怕张行已经上去将朱妍推倒了。 虽然张行不否认,对朱妍这样散发着成熟韵味的年轻人妻也会有一些的遐想, 不过想到她是朱妍的姐姐,还是好朋友副连长阿达的老婆,张行不由自主地还是感到排斥。 在心里,张行认为自己算是比较传统的男人,不太可能做出那样出轨的事, 至于朱妍和王叔他们之间的关系。 被张行下意识地选择了刻意遗忘,摇摇头散去自己的胡思乱想,张行穿上一件短裤, 随手拿起了一旁的数位相机,看这几天拍的相片, 咦,这好像不是我的相机,可是怎么觉得好眼熟,张行心里疑惑着,突然朱妍娇好的身影掠过脑海, 张行想起了在哪看过这台相机上次在朱妍家。 张行看到阿达他们用来拍照的就是这台相机, 虽然张行心里想着偷看别人的私人照片是不道德的, 都让张行无法克制地想打开相机窥看里面的照片,张行拿着相机挣扎了好久。 最后还是控制不住好奇心,打开了相机,开始检视里面的相片, 顺着日期往回寻找,一连好几十张他们在悉尼拍的照片, 接着是剑达和朱妍出去玩的相片,一连看了好久都没看到预想中的照片, 张行感到有些气馁,突然一张相片映入张行眼帘, 那是一张女人身体的特写,接连几张不同角度的特写, 让张行感到有一点不对劲,但是又想不出哪里不对, 之后的一张相片让张行感到恍然大悟。 萤幕里,王叔和阿达各自抱着一个女人对筛镜头露出笑。 因为那两个女人都背对A镜头,所以张行看不出来是谁, 不过从背部曲线来看,两女的身材应该和朱妍差不多, 其中一个甚至比朱妍的身材还好。 原来之前的几张特写,女主角并不止一个,难怪张行会感到奇怪了。 就在张行准备看下一张相片时,朱妍从浴室里出来了,张行做贼心虚, 连忙随手将相机藏到旁边的棉被里, 然后装出一副镇定的脸,和朱妍打了招呼。 朱妍看张行一副故作镇定的表情,忍不住开口调侃。 怎么,是不是刚刚做了什么坏事,怕我知道,所以装这副样子。 被说中心室的张行,还是强作镇定地回道, 没,没有。 朱妍在你进去洗澡后,就先到餐厅去了。 我还能做什么坏事? 捉到了张行的小尾巴,朱妍娇笑着, 是不是姐姐还在房间里,你就能做什么坏事了呢? 还说,你对姐姐没什么想法, 哼,你们这些男人哦,都是看着碗里,惦记着锅里的。 没一个好东西。 张行也发现自己话里的语病,连忙解释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要乱猜,我对朱妍真的没什么的。 我…… 好了好了,我相信你还不行,快点去洗澡吧, 别让姐姐在餐厅等太久了。 看到张行真的急了,朱妍见好就收,催促着张行去洗澡, 自己也挑了件衣服换上。 吃完饭,朱妍拒绝了朱妍去逛街的邀请, 看着朱妍兴高采烈地拉着张行出去, 朱妍独自回到房间,换了身比较保守的睡衣, 准备躺到床上看一会儿书, 无意间眼角瞟过一台相机, 朱妍暗骂自己粗心,赶紧将相机捡起来, 检查有没有摔坏。 突然,朱妍的脸色一片胀红, 之后好像想到什么,刷的一下变得雪白。 相机并没有摔坏, 只是刚才朱妍捡起来检查的时候发现, 相机电源没有关上, 而荧幕里的画面正是上次朱妍他们和王叔狂欢的相片。 画面里,王叔和丈夫阿达面对一荧幕露出笑容, 而女子虽然背对A镜头看不到脸, 但是身为当事人,当然知道他们是谁, 回想刚才离开房间时的情景, 朱妍心里一阵慌乱, 糟了,莫不是被张行发现了。 想到秘密被发现的后果, 朱妍顿时感到不知所措, 虽然自己夫妻和王叔之间的照片被张行发现, 让朱妍感到害羞。 但相对于相片里的另一个女主角, 朱妍不敢再想下去, 刚想打电话和丈夫阿达商量, 房间门咔嚓一声打开, 朱妍和张行挽着手走了进来, 张行看到朱妍手上拿着相机, 想起之前慌忙之中忘了关机, 就随手塞进棉被里, 现在相机被朱妍拿在手上, 看朱妍的脸色, 好像已经发现了自己偷看相机内容了。 想到自己偷看的事迹败露, 张行不禁皂红了脸, 低着头不敢看朱妍。 朱妍看到张行的反应, 不由更加确定张行看过相片内容, 脸色显得更加的难看。 心里不由地猜测起来, 果然张行看过了相机里的内容了, 都怪自己太粗心, 计卡没换就带出门。 不过看张行刚才吃饭时的表现, 好像不准备截破, 可是他这样做有什么目的? 难道, 想起网络上流传的文章, 发生这种事后, 得不到对方的原谅, 主角们悲情的下场, 朱妍不禁感到心惊胆跳。 一旁的朱妍发觉一进门后, 姐姐和男友之间的气氛不对, 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朱妍还是开了个玩笑, 缓解房间里凝重的气氛, 你们两个怎么了? 该不会是真的来电了吧? 朱妍的话让张行感到一阵心慌, 连忙开口否认, 没, 没有, 你别乱说, 我怎么会对朱妍姐抬头看了朱妍一眼, 见朱妍盯着自己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连忙又低下了头, 朱妍听到朱妍的调侃, 再看到张行一副害羞的的样子, 心里想到, 对了, 难怪他不想揭破这个秘密, 原来他想, 如果他真的是想这样做的话, 那自己要答应他吗? 想到这个可能性, 朱妍雪白的脸上不由的都羞红了, 对于朱妍开口称道, 别乱讲话, 要是别人听见了多不好, 偷瞟了张行一眼, 见张行正斜眼偷看自己, 更加的确定自己的猜测, 朱妍思绪乱成一团, 决定暂时装作不知情, 回去后和老公阿达, 商量之后再做决定, 朱妍看自己一句玩笑话, 让两人都不好意思, 不禁更加的开心, 怕什么, 这里又没外人, 何况, 如果姐姐真的有意思的话, 我可以大放一点分一半给你, 不然我们姐妹一起也行, 谁叫我们姐妹情深呢? 知道朱妍的个性, 你越是否认, 她闹得越欢, 朱妍装作没听见一般, 将相机收起来, 瞟了张行一眼, 坐到床上看起书来, 张行见朱灵, 好像暂时不追究了, 清虚的一口气, 抱着朱妍坐到沙发上胡思乱想起来, 朱妍见两人不再搭枪, 只好无趣地躺在张行的怀里, 看着电视, 虽然中间发生了插曲, 但是在张行和朱灵小心地回避下, 直到回国两人之间都没提起这件事, 直到从国外旅行回来后, 因为年关将近, 张行再次投入了忙碌的工作中, 时平大小的小组办公室里, 摆满了这次企划案的商品, 和活动相关的宣传半成品, 张行坐在计算机前面, 搜寻其他产牌, 和这次的商品相类似的信息, 用来做这次企划案的参考和比较, 当张行计算机里的电脑微信突然弹出, 一个不算陌生的人发来讯息, 让他轻笑一下, 心想这小子怎么想到用微信找我, 打电话不是比较快, 看了一眼讯息窗里传来的讯息, 馒头数完数钞票, 兄弟, 在忙吗? 张行心想, 反正资料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 其他的要等小组其他成员, 回来开会讨论才能进行, 趁这个空档, 和他哈拉一下好了, 张行敲打着键盘, 回复消息, 以备喝不醉, 还好, 怎, 要报销我带你老婆出国的费用给我吗? 馒头数完数钞票, 去你的。 我老婆陪你们出国玩, 我没跟你要伴游的钱就不错了, 还想跟我要钱, 过了一会儿, 又一条讯息传来, 馒头数完数钞票, 恩, 怎么说呢? 你老实说, 我们是不是兄弟? 张行皱着眉头看着讯息, 心想这小子今天怎么了, 说起话来怪怪的, 以备喝不醉, 靠, 说什么鸟话? 一杯喝不醉, 你不会是想借钱吧? 多了没有, 两三万应该没问题, 馒头数完数钞票, 靠, 老子还用向你借钱吗? 一杯喝不醉, 之前在里面, 你跟我借钱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的。 馒头数完数钞票, 靠, 馒头数完数钞票, 不是这事了, 你老实说, 我们是不是兄弟? 一杯喝不醉, 废话, 你今天没吃药哦, 废话那么多, 说重点, 馒头数完数钞票, 恩, 那我说了, 你别发火。 一杯喝不醉, 说, 馒头数完数钞票, 那个, 你是不是看过我相机里的东西了? 讯息窗里传来的消息, 让张行好一阵的尴尬, 心想还是躲不过这遭, 斟酌了一下用词, 张行回复道, 一杯喝不醉, 饿, 不小心的, 我不是故意偷看的。 馒头数完数钞票, 那你都知道了, 一杯喝不醉, 那个, 一点点吧。 馒头数完数钞票, 恩, 那这件事你怎么想, 我们做出这种事, 你不生气吗? 张行心想, 你们夫妻之间的私房事关我什么事啊, 又不是我老婆, 爱怎么玩是你家的事, 我生哪门子的气来着, 一杯喝不醉, 没呀, 现在那么开放了, 这种事也没什么的, 你想太多了。 馒头数完数钞票, 靠, 我以为我的思想已经很开放了, 想不到你比我还开放。 一杯喝不醉, 好了, 你就只是要讲这事吗? 没事我要去忙了, 这几天为了这事提心吊胆的, 现在说破了也好, 总比以后见面尴尬来得好, 馒头数完数钞票, 等一下, 那个, 一杯喝不醉, 怎? 馒头数完数钞票, 呃, 我是想说, 那个, 其实, 馒头数完数钞票, 我传一段影片给你, 你看完之后再说吧。 接着讯息窗传来是否接收的讯息, 张行点击确认后, 回了个讯息, 见对方没再发消息过来, 便不管他。 让计算机自行下载, 打开之前找到的资料研究起来, 和小组成员一起讨论到晚上七点多, 张行向后伸了一下懒腰, 看小组成员一个个的都离开了, 张行将厂商提供, 还有今天找到的资料, 拷贝到随身硬盘, 准备回家继续研究, 看到桌面上今天阿达传来的影片, 随手抓进硬盘里, 前些天朱颜接了一个外地的案子, 到外地去测量场地, 要过几天才回来, 有些事情做比较不会觉得寂寞, 张行这样想着, 随便买了些东西填饱肚子, 张行在家看资料, 看到11点多。 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看到阿达传来标题为 朱领的初体验的影片, 心想先去洗个澡, 等下再看吧, 其实张行也猜到阿达传给她的是什么, 只是不知道阿达为什么要传给她, 不过以张行的个性, 想不通的是, 通常都不会去钻牛角尖, 就当是网上抓的自拍片看吧, 脑海里闪过一句娇好的身影, 张行的脸上浮现一丝期待的表情, 竟然是一场四人交换游玩的视频, 一边是朱领和阿达, 另一边竟然是熟悉的王叔, 另一位竟然是张行的妻子朱颜, 视频中朱领突然发觉, 对于这个妹妹, 她并不了解, 经过阿达一直的游说, 和阿达刻意找来的文章, 自拍影片, 朱领为了满足阿达的兴趣, 抱着一丝害怕和期待, 答应了阿达这次的提议, 只是没想到, 刚进房间才发现, 对象居然是熟悉的王叔, 而更让朱领感到无法承受的是, 王叔的伴侣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 而且看朱领和阿达熟人的样子, 朱领和阿达不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交换, 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画面里朱领脑子一片混乱, 计算机前张行也一样, 对于朱领的了解, 张行并不比朱领多, 虽然从平时和朱领的夫妻生活让她知道, 朱领以前的私生活一定非常开放大胆, 只是她没想到, 朱领居然开放大胆到这个地步, 让观念有些传统的张行难以接受, 猜到了等一下画面会出现什么不堪的画面, 不想再继续看下去的张行, 关掉计算机画面时, 瞟到了画面一绝的时间显示, 没, 二十六点二零一七分, 张行退伍前一个月, 阿达刚性婚不到三个月, 站在阳台上, 张行胸口憋着一股怨气, 突然张口狂喊一声, 啊, 神经病啊, 三更半夜鬼叫什么, 妈的, 哪个王八蛋晚上不睡觉, 在这鬼叫, 张行的一声怒喊, 引起了广大的回响, 张行弱弱地看了一下时间, 刚刚的满腔怨气, 突然消散了不少, 回到屋里, 张行想来想去, 一时想不出应对的方法, 脑海闪过朱灵流泪的画面, 心想, 当时朱灵应该也是跟自己现在一样的感觉吧, 或许, 可以问问朱灵那时候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张行的观念虽然有些传统, 但是却不是顽固的老古董, 经过刚才的发泄, 让张行的脑袋清醒了一些, 仔细想想这段影片拍摄的时间, 是在张行和朱妍交往之前, 甚至还没再次见面, 既然那时候, 朱妍跟张行没有男女朋友的关系, 就不存在背叛的问题, 之后, 朱妍有没有再参加聚会, 对张行来说比较重要, 张行觉得, 她爱的是现在的朱妍, 过去的事, 没有现在和未来重要, 想清了这一点, 张行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有才了, 这么快就看清问题的关键, 不过张行还是打算找朱灵出来谈谈, 试探一下, 朱灵最近参加聚会, 有没有再碰到过朱妍, 虽然张行已经看开了, 但是那段影片, 张行还是不准备再看一遍, 一面心里有疙瘩, 隔天下午, 张行找了个借口, 溜出公司, 到约了朱灵见面的咖啡厅, 远远地就看到坐在人行道上, 遮阳散下的朱灵, 朱灵似乎也看到了她, 翘脸瞬间红了起来, 一阵尴尬的气氛围绕着两人, 好一会儿, 两人才同时开口, 那个, 你又是一阵尴尬, 最后在张行女士优先原则的坚持下, 朱灵开口说道, 你都知道了, 张行喷, 泪一声,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张行想了一下, 决定说实话, 记得上次妍妍生病那天吗? 就王叔送妍妍去看病那次, 那天我提早离开会场, 发现妍妍不在家, 后来, 我跑到你家, 看见王叔光着膀子在房里走动, 我以为, 所以就从厕所的窗户爬进去, 结果看到你们几个在房里, 那你为什么不说破? 要不是那天在饭店我发现了, 让阿达问你, 你是不是一直这样装傻? 朱灵的语气稍微地提高了起来, 引起周围的人一阵侧目, 可, 也不是这样说, 其实我认为现在时代这么开放了, 只要没影响到别人, 其实没什么不对。 张行的气势被朱灵压了下来, 心想, 这大姐今天吃了火药了, 遇到这样的事, 你就这样一声不吭,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 朱灵简直要气疯了, 之前她还蛮欣赏这个准妹夫的。 憨压老实, 却有自己原则, 但是, 现在她明明就发现了朱炎不真的事实, 却装傻卖愣, 让朱灵不禁感到生气, 其实朱灵对事情, 到现在还不能接受, 只是驾机随机, 阿达在有过了一次经验后, 十岁之位, 不停地怂恿朱灵再次参加, 第二次, 第三次, 之后朱灵也习惯了, 虽然不喜欢, 但是对熟识的王叔, 朱灵几乎不懂得拒绝, 久了之后, 在大家的默认之下, 就算不是交换的情况, 朱灵也总是顺着王叔的意, 任他为所欲为, 只是他不能接受, 一向保持原则的张行, 在这件事的软弱。 唐福就像, 是看到当初的自己一样, 选择了默认, 不反抗, 最后堕落为其中的一员, 尤其昨天阿达知道, 今天张行约自己出来后, 要自己帮忙的的那件事。 看着发飙的朱灵, 张行感受到四周围传来鄙视的眼光, 张行觉得无比的郁闷, 你们家的事, 关我什么事? 我不吭声还错了我, 朱灵似乎察觉到周围的不对劲了, 原本因为生气而战红的翘脸, 刷了一下, 变得更加红艳欲滴, 一把拉起张行头也不回地离开, 可怜张行花了九十块买的咖啡还没送来, 只喝了两口冰水, 被朱灵硬拉离开咖啡厅, 朱灵载着张行回到家, 将张行晾在客厅, 朱灵自顾自地跑上楼, 拿了几张光盘和相片下来, 丢给张行后, 朱灵选了一张觉得最有震撼力的光盘, 放进放影机里, 想起那一天的景象, 让朱灵印象深刻, 鱼记犹存, 张行坐在客厅里, 眼睛看着电视, 思绪却跑到楼上的朱灵身上去了, 心想, 温婉端庄的大姐, 原来是私底下是这么的风骚开放, 虽然看起来不如朱延放得开, 但是在影像里, 身上的男人换过一个接一个, 却不见他有抵触的表情, 反而很快地就进入状况, 脑子里不断地一吟着朱灵, 眼睛不停地在电视和楼梯口间来回的张望, 这时的张行已经被影像里的画面影响了, 心里的激动不停地在上涨。 现在只要一个小小的刺激, 恐怕张行会做出什么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来, 也说不定, 就在张行犹豫是不是该离开的时候, 朱灵的身影出现在楼梯口, 原本就一直注意楼梯口的张行, 第一时间回头看去, 突然张行的脑袋轰, 一下变得一片空白, 目不转睛地盯着从楼上走下来的朱灵, 看得朱灵脸上一片憨红, 朱灵这时已经换掉刚才出门的牛仔裤衬衫, 换了一件黑色的薄纱衬衣, 张行身体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缓缓地向楼梯口走去, 一开始有些害羞的朱灵。 这时也为提起勇气, 抬起头和张行对望, 两人站在楼梯口对视片刻, 张行突然上前一步, 将朱灵抱了起来, 然后走进了房间, 当张行自睡梦中惊醒时, 发觉身下一双迷蒙的眼睛正盯着自己, 刚要起身, 却被朱灵牢牢地抱住, 只听朱灵小声地在张行耳边说道, 晚上, 我带你去参加聚会, 你想知道的答案就在那里, 张晚上八点, 两人竖息一番, 朱灵载着张行, 开上了去郊区的高速公路, 在郊区一个建在半山腰的别墅区里, 某一间豪宅里, 朱炎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身短洋装。 黑色丝袜, 配上一双红色的高跟凉鞋, 靠坐在栏杆上, 脸上带着一丝诱人的表情, 威仰着头, 用荡漾卓裔的眼神, 扫视坐在身前不远处的几名男女, 看到几名男子眼泛绿光, 猛吞口水的样子, 朱炎轻轻一笑, 对筛后方拿着摄影机的王叔送了个绯闻, 当朱灵亲密地挽着张行的手, 走进别墅时, 刚好看到自音跟两个男人走上楼, 消失在走道里, 看到朱灵和张行壮丝亲密地走进来, 王叔和阿达对望一眼, 知道目的已经达成一半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让张行接受。 朱炎一直瞒着他参加派对的事实了, 不过张行既然肯跟朱灵一起来了, 想来应该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吧。 就在两人坐如是想的时候, 朱炎像之五尾熊般挂在一名中年肥胖的 男子身上, 一开始张行还没发觉, 那挂在男人身上的女子就是朱炎, 直到男走了进来, 张行才看清朱炎的脸庞, 脸色煞时变得铁青, 一瞬间客厅里的气氛降至冰点, 朱炎看到了走到身前的张行, 朱炎感到瞬间自天堂落到了地狱, 脸色也变得惨白, 连忙推开身后的男子窝到沙发地一掘。 拿起沙发上的靠枕遮挡在身前, 张行一言不发地看着像做错事的小女孩般, 低头窝在沙发一掘的朱炎, 客厅里的众人看情况不妙, 连忙拾去地退出客厅, 不知道过了多久, 张行才用沙哑颤抖的声音问道, 为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为什么你要骗我? 朱炎也不回答, 只是窝在沙发上, 不停地掉泪, 直到张行又问了三次后, 朱炎才抬起头, 泪眼汪汪地将事情的始末说了出来, 王叔现在的公司是我爸爸和他合开的, 我父母和张沈在我独小六那年, 因为空难去世了, 那时候是王叔收养了我们姐妹俩, 把我们当成他的亲生小孩, 抚养我们姐妹长大。 朱炎看了张行一眼, 继续说道, 王叔和张沈感情很好, 所以王叔一直没有再婚, 全心全力地发展公司和照顾我们。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雷雨之夜, 为了报答他的养育之恩, 我们发生了关系。 直到有一次, 王叔说他听说有一种交换的联谊, 他想参加, 那时候我真的对王叔深深地着迷, 为了讨王叔的欢心, 便答应了王叔的要求, 和他一起去参加了, 那里面就有阿达, 一直到我再次遇到你的时候, 那时候王叔和阿达因为有了新的玩具, 就是你们公司的资银, 所以不太找我了, 那一阵子我的心情很低落, 因为一直以来, 王叔和阿达都是我生活的重心, 忽然之间被他们冷落了, 我的生活突然变得空虚起来, 那时候你的出现填补了我心里的空虚, 就在那时候, 你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影子, 可是没多久, 你就又失去联络了, 后来我再次遇到你, 你默默地关心和体贴, 慢慢地取代了王叔在我心里的位置, 成为了走进我心里的第二个男人, 让经过那一阵子孤单寂寞的我, 想留在你身边, 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虽然现在我的心是属于你的, 但是我的身体却是属于王叔和阿达的, 一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 我知道这样的我很下贱, 可是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我知道这样的我配不上你, 如果你想和我分手, 我不会有任何的埋怨。 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张行再次开口问道, 为什么一开始你不跟我说清楚? 虽然我不能接受, 我未来的老婆是这样的女人, 如果你一开始就跟我说清楚, 或许我们不能成为恋人, 但是你是知道我的, 至少我们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而不是像现在, 话还没说完, 张行便夺门而出, 等到一丝不挂的朱颜追到门口时, 张行已经消失在夜色之中, 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许多事情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周遭事物, 个人思想上的改变而有了不同的变化。 三年前的那一夜, 张行从别墅夫妻离开后, 朱颜便跑回家里, 期待能再见张行一面, 虽然还没想好怎么跟张行说, 但是朱颜还是抱着一丝侥幸, 希望能挽回这段多年的感情, 虽然希望非常渺茫, 但是接连等了几天, 张行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让朱颜感到心灰如死, 虽然经过几个月的调试, 朱颜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作息和工作, 不过, 王叔和阿达几次找朱颜参加聚会, 都被朱颜拒绝了, 就连两人单独喝朱颜时, 朱颜虽然没有拒绝, 但表现出来的, 却没有以前那种放荡的味道了。 反而变得无趣, 几次之后, 王叔和阿达便也不再找朱颜了, 反倒是朱颜像是想开了, 还是怎么了, 原本参加交换时, 都一副腼腆害羞的小媳妇模样, 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开放, 甚至有几次, 私下和几个感觉还不错的男人约会, 还故意地怀了孕, 为此, 阿达和朱颜大吵过几次, 每次都以阿达被说得哑口无言, 朱颜父亲离家结束, 为此, 阿达肠子都快悔清了, 谁叫当初是阿达说服朱颜走进圈子, 朱颜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阿达要负一大部分的责任, 三年里, 除了前面的一段时间, 朱颜还要偶尔应付王叔和阿达的要求,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 朱颜一直过着工作, 家里, 工作的生活, 除了朱颜偶尔和阿达吵完架后, 会来这里赞助之外, 朱颜几乎没有访客, 家里的摆设也一如三年前一般, 没有任何的改动, 凌晨十二点, 张行走出机场大厅, 坐上路边的出租车, 沿途看着离开三年的城市, 深夜的城市看起来比以前热闹许多, 当出租车停在熟悉的大楼门前时, 张行有了一些犹豫, 刚才在往饭店的路上, 张行无意识地改变了目的地, 让出租车开到这里, 抬头看了一下大楼里的灯火, 在熟悉的位置上看到黑暗一片, 张行拉着行李, 转身准备离去时, 却发现身后不远处, 一个泪流满面身穿红衣的美丽女子, 痴痴地盯着自己, 张行微微一冷, 美丽女子已经冲入怀里, 死死抱着张行的腰痛哭出声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听着美丽女子混着哭声的道歉, 张行轻轻一叹, 僵直的身体微微放软, 轻抚着美丽女子的后背, 不知说什么才好, 坐在和记忆中一样的客厅里, 张行心里有一点莫名的感动, 经过了在国外三年工作的磨练, 现在张行已经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看着坐在对面的猪眼, 张行想说些什么, 但话到了嘴边, 却又说不出口, 最后还是朱颜先开口, 你, 这几年过得好吗? 嗯, 还可以, 这几年经过在美国的朋友介绍, 我帮一些华人公司做了些企划, 靠着大家的帮忙, 日子还过得去, 你呢? 嗯, 我也一样, 又是一阵沉默, 两人同时开口, 你现在还和王叔他们, 你有新的对象吗? 两人又同时停住, 最后还是朱颜先开口说道, 那天之后没多久, 我就已经没再和王叔他们一起去聚会了, 现在除了工作, 我很少出门, 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看书, 我发觉, 比起以前, 我现在的生活过充实了很多, 你呢? 除了工作之外, 你在美国那么久, 应该去过不少地方吧? 没有, 除了工作和偶尔去参加朋友和客户的派对以外, 我和你一样,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上网, 最近刚好没事, 所以就想回来看看。 其实, 张行虽然听朱颜如此说, 但是他的内心是极度不相信的, 因为人的天性难改, 感觉到张行的刻意疏远, 朱颜心里感到一阵的悲伤, 本来已经止住的泪水再次溃滴, 张行看到朱颜再度流下泪水, 但是发现自己的内心, 竟然丝毫没有任何波动, 才是发现, 原来自己对朱颜没有了任何一点感情, 原本的改道只是为了看一眼过去而已。 看完了也就是完了, 哦, 那挺好的, 我们永不相见吧。 张行很是平静地看着他, 眼神之中毫无感情, 即使是看到朱颜走到了窗户边, 一脚更是落在了外面, 一道红色身影从空中飘然落下, 一道黑色身影拖着行李箱逐渐远去, 没有想像, 我会看到朱颜走的, 他会有任何人听到这些的灯状, 他会在这些灯状有点有限, 我会看到朱颜,